疫情解封 民眾手上插著針 捐出熱血 捐血車上 集滿捐血民眾 捐血一帶 救人一遇 拿起大聲工 呼籲民眾來捐血 基隆市工商經營研究社 每年228都會舉辦捐血活動 今年還結合了經友會 第四辦事處邀請了顧問和員警 一起來捐出熱血 我們基隆市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已經辦理第十年 那我們這次的捐血活動 由我們的經友會 第四分隊 藍主任 藍醫師主任 來跟我們做一個贊助 那我們今天的人潮非常的多 非常感謝 那也剛好我們血庫很缺血 他們也呼籲所有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大家今天天氣很好 能夠踴躍出來捐血 今年大概是我們第二次的 基隆市警察局第四辦事處 跟MC工商協會聯辦的一個捐血活動 那也剛好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導致血庫的血荒 所以我們第四分局跟第一分局所有的警員 所有的顧問 所有的副主任 全部都全程參與捐血這樣子的活動 那今天早上的捐血也很踴躍 希望所有的市民能夠記得 每年的228我們都會在這個地方辦捐血的活動 全國鬧雪荒 激起不少民眾捐血意願 警察局督察長陳啟明 每年都會來捐血 希望能夠幫忙血庫補充血量 因為每年都有固定捐血啊 這又是好事 現在又缺血很需要 所以請大家一起來 剛剛局長馬上指示就是發動同仁來一起共襄聖局 我們最近因為有些主辦單位 在假日就是積極的辦活動 替我們血庫增加不少 社團發起捐血 呼籲更多人站出來 管起衣袖 捐血以待救人一命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